挑战者联盟,今日回归李晨,偷懒气坏范冰冰 挑战者联盟,周六重放回归,以范冰冰李晨陈学东薛之千谢伊林嘉宾阵容全新出发 挑战者联盟,首期节目挑战,酒店服务员下雨变身,实习生 挑战者联盟,范冰冰当场帮谢伊林解决感情问题插缝大科好胡热闹 挑战者联盟,范冰冰回归,挑盟一秒碎冰,看待下雨 挑战者联盟,李晨花是逗队友,陈哥学坏了 挑战者联盟,众人皆慌我,术文,陈学东,过风,赞定哥 挑战者联盟,薛之千首期待定挑战,人生最重要就是努力 挑战者联盟,自来熟,谢伊林出入挑盟,火速与队友打成一片 挑战者联盟,本周六重磅回归,本季节目以范冰冰,李晨,陈学东,薛之千,谢伊林五名嘉宾阵容 全新出发,首期节目挑战酒店服务员 特邀两位,影帝,亲情加盟,张韩宇出任,酒店神秘,大国,8号施令 下雨变身,实习生,助阵超盟家族,挑战神经紧崩 职业战一触即发,看冰冰随规挑战,一秒碎冰,看待下雨第二季首期挑战 冰冰不该听信,搭到下雨追踪线索时,面对节目组也有心机的任务设置 冰冰不按场理出牌 脑力,加神力快速,破冰,惊开了,在一旁准备出力的老大哥,下雨 没想到冰冰来这一招,作为老成员,冰冰一出场,就激动表示,回归超盟十分开心 首期目指很快跟队友打成一片,看到薛之间,黄色酸奶仗地球分担 核心成员谢依林迅速认证好姐妹,又开始相爱相杀,现场挑战的不亦乐乎 李晨花赤斗队友,成哥,学坏了,一直以来李晨,软心仗义形象深入人心 然而这次第二季追来,李晨的另一面展露后,却让人直呼有毒 先是帅气示范,爸爸总裁,上汉点再认真学习表演小贺堂 结果汉点,同大boss身份秒变小矮个,新成员谢依林加入时,大谭曾经那一段 两人号称,蓝博金尼,华丽组合,现场跳起魔性舞蹈,惊呆,老板,横汉点,体验酒店服务员 在为外国客人点餐时,调皮地表示雕,些会臭臭气,酸菜臭懒把饭冰冰,吹之千气地奏呛 坐镇五十而洋洋得意的化身小哪吒,十二变成大猩猩,惹得现场暴笑不断 众人皆光我读吻陈学东,过风,半定歌 从影视圈进攻到综艺圈,陈学东在综艺中认真机智的表现一直深入人心 而这次加入飘盟家族,他所感现的镇定,正使人眼前一亮 连发戏战也,都不另于褒奖之辞 夸奖陈学东很稳,一出场就过风,半定歌 陈学东用独特的个人魅力征服了飘盟成员 薛之千首期处置飘盟酒店服务员正值身体不适 但为了帮助团队达到关键线索,他不慎频频落水,却没有长卡 坚持到节目结束后,就因发烧而愿打点滴 据现场工作人员透露,薛之千非常敬业 现场录制时,本人一直保持非常积极活跃的状态 压根看不出是个病人 当队友陈学东做任务受挫时,他还化身鸡汤哥 人伤马,最重要的就是努力 果肃与队友打成一片号称兰博之谜 组合的另外一位挑战者谢伊林 果果奔放的他一见超盟勾发,就全然不顾 淑女形象出场后令众人大开眼界 先是大星星上眼,美女与野兽的亲密接触 面对超盟的高颜值家族也忍不住惊叹 这是相亲者联盟吗?自来鼠,攻势十分猛烈 大家马上就接受了这个不拘束 服务现场的搞怪精灵 班冰冰当场还想帮助这自家人解决感情问题 他混打哥好不热闹 酒店服务员作为超盟家族回归亮相的第一站 节目组秉承致敬职业劳动者的理念 在环节设置,挑战难度上上费苦心 即要求成员能力杠档低 更对团体协作的考验大幅升级 这注定了挑盟手就不会一般风筝 挑战者联盟挑战更多不可能 挑战者联盟,今日回归李晨,偷懒气坏范冰冰 挑战者联盟,周六重磅回归 以范冰冰李晨,陈学冬,薛之千谢伊林嘉宾阵容全新出发 挑战者联盟,首期节目挑战酒店服务员下雨变身,实习生 挑战者联盟,范冰冰当场帮谢伊林解决感情问题插凤打哥好不热闹 挑战者联盟,范冰冰回归,挑盟一秒碎冰,看待下雨 挑战者联盟,李晨花是逗队友,陈哥,学坏了 挑战者联盟,众人皆慌我初吻,陈学冬,过风,战定哥 挑战者联盟,薛之千首期战定挑战,人生最重要就是努力 挑战者联盟,自来俗,谢伊林,初入挑盟,火速与队友大成一片 挑战者联盟,本周六重犯回归,本季节目以范冰冰,李晨,陈学冬,薛之千,谢伊林,五名嘉宾阵容 全新出发,首期节目挑战,酒店服务员 特邀两位,影帝,青青加盟,张寒宇,出任,酒店神秘,大国,8号施令,下雨叠身,实习生,助阵超盟家族 挑战神经紧风,职业战一触即发,范冰冰随归超盟 一秒碎冰,看待夏宇第二季首期挑战,冰冰不该听信 搭到夏宇追踪线索时,面对节目组别有心机的任务设置 冰冰不按常理出台 脑力,加,神力,快速,破冰,惊翻了,在一旁准备出力的老大哥,夏宇 没想到冰冰来这一招,作为老成人,冰冰一出场就激动表示,回归超盟十分开心 首期录制,很快跟队友打成一片,看到薛之间,黄色酸奶仗地球分担 核心成员谢依林迅速认证好姐妹,又开始相爱相杀,现场挑战得不亦乐乎 李晨花赤斗队友,成哥,学坏了,一直以来李晨,暖心仗义形象深入人心 然而这次第二季追来,李晨的另一面展露后,却让人直呼有毒 先是帅气示范,爸爸总裁,让汉点再认真学习表演小课堂 结果汉点,从大boss身份秒变小矮个,新成员谢依林加入时,大谈曾经那一段 两人号称,蓝博金尼,华丽组合,现场跳起魔性舞蹈,惊呆,老板,曾汉点,体验酒店服务员,在为外国客人点餐时,潮皮地表示 要,些会透透气,酸菜抽揽把饭冰冰,吹之千气地够呛 坐镇五十儿,洋洋得意的化身小哪吒,十二变成大星星,惹得现场爆笑不断 众人皆光我读吻陈学东,莫峰,半定歌 从影视圈进攻到综艺圈,陈学东在综艺中认真机智的表现一直深入人心 而这次加入超盟家族,他所感现的镇定,更使人眼前一亮,连化戏战也,都不另于褒奖之辞 夸奖陈学东很稳,既出场就过风,半定歌,陈学东用独特的个人魅力征服了超盟成员 薛之千首期助制标蒙酒店服务员正值身体不适,但为了帮助团队达到关键线索 他不慎频频落水,却没有打卡,坚持到节目结束后,就因发烧而愿打点滴 据现场工作人员透露,薛之千非常敬业,现场录制时,本人一直保持非常积极活跃的状态,压根看不出是个病人 当队友陈学东做正午受挫时,他还化身,鸡汤哥,人伤马,最重要的就是努力 火速与队友打成一片,号称蓝博之谜,组合的另外一位挑战者谢依林,火火奔放的他一见超盟勾发,就悬然不顾,疏女形象出场后令众人大开眼界 先是,大猩猩,上眼,美女与野兽的亲密接触 面对超盟的高颜值家族也忍不住惊叹,这是相亲者联盟吗?四来鼠,攻势十分猛烈 大家马上就接受了这个不拘束,服务现场的找怪精灵,半冰冰当场还想帮助这,自家人,解决,感情问题,他混大哥好不热闹 酒店服务员作为挑蒙家族回归亮相的第一站,节目组秉承致敬职业劳动者的理念,该环节设置,挑战难度上上倍苦心,既要求成员能力杠档低,更对团体协作的考验大幅升级 黄龙娱乐为您播报,如果您有任何看法和想法,欢迎吐槽,在视频网页下方发表评论即可,欢迎订阅黄龙娱乐,请订阅黄龙娱乐可以消消火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